选战进入倒数两个多月 民进党台北市场候选人 陈世忠提出教育证件 将在现有基础架构下 补强不足 并持续创新 城市中聚焦基础 和创新两面向 包括降低代理教师比例 高中共聘多元师资 降低幼儿园师生比 创新部分 打造英语沉浸式学习 设置多元创新教育园区 黄山山则是以永续台北为主轴 发表2030共荣交通十大目标 像是八年内 完善捷运路网 将东环段的明神系纸线 延伸至旧宗路站 高过东延段要不要再继续延 然后另外就是系纸明神线要到 他们现在只规划到东环段 我希望他能够核定到旧宗段 跟东环段一起 所以完善捷运路网不是完成 相较于对手端牛肉 蒋万安同天拜会台北市商总座谈会 持续故障 而被问到校园两讲同向议题时 他会说肯定前总统抗共保台决心 我身为蒋家的后代 也是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我肯定蒋真正总统抗共保台的决心 以及金国先生革新保台的努力 选战倒数候选人比证件稳固装 争取选民认同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亿豪真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 台北市未来